哈喽,大家好,我是芷陶老婆的老婆哥 今天呢,来到了红维古文大集 看一看今天这有什么收获的 给大家转一转,讲解一些瓷器知识 我们看看这有一个六方形的笔筒 这个笔筒呢,咱们看一下 写的是乾隆年字 然后呢,看一下这个底胎,黑乎乎的 看一下这个幽面 看一下里面 画的这个图案呢 画的是一个凤川牡丹的图案 东西呢,就肯定是不对的了 大家猜到了 然后他这几件器物 看这件写的是大清咸丰年字 这么一个青花的一个瓶子 也不对 看一个摇陵尊,广地的花卉 花脚品材的摇陵尊 也不对 我们看一下吧 老板没在跟上 写的是大清乾隆年字 这呢,是一个印花的 连手绘的都不是 降低成本 这种东西 要是手绘的话 现在仅在这一个手绘的话 价值也不菲 就得搭几百上千 然后呢,这个呢,是一个印花的 肯定价值呢,就非常低了 没有他们收藏价值 那么我们就看一看七开的 我们看看这个餐位 这个餐位 这个餐位也是品种比较全一些 看着呢,都有一种老气 但是呢,东西都不老 看一下它这个瓷器 都不老 看着外观有点脏 但是呢,东西都不是老的 这是一个五彩的 明代五彩的 明代五彩的 但是它都是 反的,反明代五彩的 东西不老 这个餐位也是 这个餐位呢,大家一看 也是非常典型的 之前老师可以跟大家说过 一看红的,绿的,黄的,一大堆 各个完整 大家就不要看了 大家就不要看了 这瓷器 都非常玩 这个啊 这小煤瓶 那小煤瓶怎么卖的 这个怎么卖 400块钱 400块钱 是一个康熙的一个数据款 400块,价格到五彩 这个呢 350 写的是大名宣德年制 一个青花的是吧 青花呀 一看这多谁 青花鱼文 一看这这多高 嗯 是 这多谁 我给他们 拍一下 嗯 这个鼻桶怎么卖啊 这个 那个300 300啊 价格 价格可以 价格可以啊 300 300 有差点 嗯 东西呢 都不贵 要的价格呢 也都是房品的价格啊 还是比较实惠的价格 哈喽大家好啊 我是指淘老霍的老霍哥啊 俗话说的好 入对圈子跟对人 那么老霍哥呢今天呢也是拿两件非常不错的精品呢 来给大家一块来汇上分享啊 这个瓶子之前老霍哥呢也给大家汇上过啊 然后呢有喜欢的联系老霍哥 它是一个景德镇制款的一个567的一个山水的这么一个瓶子 这个瓶高呢是25.6厘米啊 品项呢是一个全品啊 还是非常不错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画片啊 给大家聚一下胶啊 画片呢是画这个山水啊 典型的我们这个567的山水的风景啊 画的呢还是非常细骨的非常漂亮的 我们简单看一下啊 特别是这个帆船 帆船上面聚焦呢会有一个人物啊 这儿远处呢会有帆船 这儿会有诗句啊 我们看一下肩母肩部呢会有一个缠织牡丹的这么一个文式啊 包括这个如意文啊 底下呢是一个连半文啊 最底下呢是一个景德镇制的一个款式啊 还是非常漂亮的啊 是一个全品啊 价格呢非常低 有需要的联系老霍哥就行了啊 我们第二件呢大家看的是一个帽桶啊 这个帽桶呢跟我们平常见到的帽桶呢还不太一样啊 尺寸呢是27.5啊 然后呢口径 口径呢是12啊 12厘米啊 所以说呢这个帽桶呢还是非常大标准的这么一个帽桶的尺寸啊 挂了题材呢我们一块来解读一下啊 一看这种画面呢首先呢是非常的喜庆啊 为什么说喜庆呢 中间呢这个两组大大的牡丹花 然后呢上面呢一个白头翁啊 这是一个真正的白头翁 你看老瓜是白的啊 我们管这种题材呢叫做富贵到白头啊 这种富贵到白头的题材呢在我们盖板上呢 还有瓶子呢还有帽桶上还是比较常见的啊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旁边呢会有一个提示提款 提示提款呢是写着一个花鸟什么圆啊 这个呢会有一个名甲款写的是胡海青 应该是叫胡海青啊 大家可以解决一下啊 画于独山啊 这个呢应该是仿什么六儒之法啊 是六儒之法啊 胡海青啊 六儒呢大家都知道呢就是仿唐银唐波画法啊 一般呢他们把自己呢画的比较好呢 自诅为这个仿六儒之法或者仿原人之法 以及八大山人啊 这是我们英国时期有名的画家呢 惯用的这么一个手法啊 就是整个的这个帽桶呢 这个材料呢就是非常的啊喜性啊 然后呢给我们的感觉呢非常的漂亮啊 包括我们这个这个绿彩上面的蛤蜊光呢 是非常的明显啊 非常的好看啊 嗯这个呢 帽桶呢是一个全美品啊 没有任何的磕碰充线 它那是一个什么时代呢 我们看一下底啊 底胎呢一看呢 非常开门非常开门的 非常干老的这个胎纸啊 会写着一个胡圆心灶 那么底下呢一般呢 这个张款呢都是它的义名啊 这个呢是它的大名啊 胡海青啊 所以说呢这个一般的鼠名呢 不会是一样啊 张款是一个 然后鼠名是一个啊 我们看一下里面啊 里面的胎质呢非常的盈润啊 非常的漂亮开门啊 非常盈润啊 非常盈润啊 非常干净啊 这个呢保存的是非常完好啊 这个呢只有在国外的环境呢 才能把这种东西呢 保存的这么完整好 这么漂亮啊 给大家转圈啊 没有任何的磕碰飞池出现啊 只有了一些多少摩擦的痕迹 精彩的啊 那么这么一个非常美的 这么一个帽桶啊 这个题材呢富贵到白头的 这摆在家里呢非常喜性 特别是孩子结婚呢 或者是即使不结婚 这是当一个摆件收藏呢 也是非常超值的啊 给大家一个超级价格 喜欢的话 还是非常值的啊 今天的东西呢比较少一些啊 最后一件呢 就是一个盖碗 但是这个盖碗呢 跟我们平常意义上的盖碗 还不太一样啊 这个盖碗呢 大家可以先欣赏一下画片啊 我们给它拿下来啊 我们先整个欣赏一下它的画片 这样呢我们看的更清晰一些啊 给大家共同来解读一下啊 这个画片呢 画了一个我们晚清民国时期的美女啊 这一个小少女呢 画的呢是眉清目秀的啊 然后呢 这个小鼻子小眼睛 而且眉毛的非常的短啊 樱桃小口一点点啊 然后后面扎着一个小发际啊 上面呢会有一个我们所说的发毡啊 然后呢在旁边呢 有一只蝴蝶翩翩翅膊 我们也可以看到蝴蝶上面隔离光啊 这个小蝴蝶呢 画的呢也是非常的漂亮啊 这叫蝶恋花嘛 蝴蝶呢代表帽蝶 也代表美好的寓意啊 这个蝴蝶呢也是 看到我们这个小美女呢 非常的漂亮啊 这个蝴蝶耳带啊 这是老霍哥的解读啊 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 旁边呢会有花卉啊 这也有菊花啊 或者是蓝花啊 这种花卉啊 这呢会有山石啊 那么我们的美女呢 看一下她的首饰啊 首饰呢画的呢也是非常的漂亮啊 美妙人笑的 聚一下娇啊 蓝花纸啊 蓝花纸的一个首饰啊 我们再看一下啊 旁边呢啊 会有一束桃花啊 我们也管的这个题材呢 叫做桃花美女啊 然后呢后面呢会有一个诗句 叫可以清新啊 这个呢 虽然简单 那四个字可以清新 但是我们看着这个画片呢 这个美女呢 确实是让我们可以清新 特别是拿她来喝茶呢 那么更是呢赏心悦目啊 我们看一下茶杯里面呢 右色呢啊 非常的淫润 然后呢虽然有一个黑点啊 这是烧造时候造成的啊 但是瑕不掩喻啊 还是非常美的这么一个画片啊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底款啊 底款虽然不清洗了 但是我们盖子上还有一个底款 我们看一下胎 胎呢是非常干老啊 是我们典型时期的 这个清兰民国时期的这种胎子 这种画法呢 它是一个属于一个浅浆彩啊 我们再看一下啊 这个盖子上啊 盖子上也是啊 同样的是这个画片 也是一模一样的啊 这么一个小美女啊 这么一个兰花指 这会有一只蝴蝶 然后呢里面呢会有一个章款 写的是罗子林慧啊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胎 胎诺诺的这种感觉啊 非常开门的 我们也管的叫熟诺 也叫老胎啊 然后看一下里面啊 里面的一样 依然呢是非常的淫润啊 就是这个整个杯子的颜色呢 略微淡淡的 有一点点发绿色 它的词纸啊 这幼色啊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一个 罗子林大家的这么一个 画的这个桃花美女的 这么一个盖碗啊 这个盖碗呢 确实是应了上面的一个实距 叫可以清新啊 虽然呢 短短的几个字 就是整个把我们的盖碗的意境呢 其实表现的淋漓尽致啊 特别是我们这个美女啊 很少像这个美女画的这么漂亮啊 只有我们这个罗子林啊 大家呢 画出这样的这个可以清新的美女啊 那么这整个盖碗呢 没有任何的磕碰飞皮啊 我们也已经看了这口部啊 任何的磕碰飞皮没有啊 底部也是没有任何磕碰飞皮啊 保存的非常完好啊 那上面口部也是啊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口言啊 也是啊 就是一个全美品的啊 这种呢是不带底托的啊 我们盖碗分两种 一种呢是带底托的 一种是不带底托的啊 一般我们带底托的呢 底下那个口径呢 会略大一些啊 这种不带底托呢 这个碗的这个底下的底足呢 略小一些啊 所以说呢 这个呢还是一个全美品啊 非常不错的 值得收藏的 这个罗子林我给大家说一下 罗子林呢跟我们刘顺泰 包括昨天那前两天会上的那个鲜茶 他们是同一批 就是属于这个 这个浅将采末期的这个八位啊 画家里面的其中一位啊 像鲜茶啊 刘顺泰啊 这个胡子林呢 这个是里面其中几位啊 他呢他们基本上就是创作 到了后期创作的就剩他们八个人了 就是1922年到1925年 这四年间啊 就剩了这么浅将采的八位 到了1925年以后 这浅将采呢就销声匿迹了啊 所以说呢还是非常难得的啊 这一个东西啊 这个呢应该是属于晚清明国的啊 那么如果需要呢 也会给大家一个超值的价格啊 需要的话就联系老胡哥吧啊 这种东西都是收藏级的啊 咱们 咱们收藏嘛 最终的目的呢就是 收藏这些名家的 或者是官窑或者是这个精品啊 这个呢可以说是名家的精品啊 这个呢老胡哥呢就给大家拍到这里啊 喜欢老胡哥的视频呢 请在左下方给老胡哥点一个超级推荐啊 那么没有点关注的朋友 在右下方点下关注啊 那么以后呢 老胡哥呢 会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层品 感谢大家的收看